當具有高度傳染力的中共病毒Delta變種夏天襲擊中國時 一些公共衛生專家曾希望中國能夠很快使用德國生物新技術公司BioNTech的高效mRNA COVID-19疫苗來提升中國人的抗疫能力 但該疫苗在通過中共監管機構的專家審查後,卻遲遲未得到北京的批准 上海復興醫藥公司獲得了德國BioNTech在中華區生產和銷售mRNA疫苗的授權 復興醫藥透露,今年7月,該疫苗已經通過了中共監管機構的專家審查 並處於行政審查階段,復興醫藥甚至計劃在8月底前開始國內試生產 然而5個月過後,新冠病毒已經演變成更具傳染力的Omicron變種 從而挑戰中共的COVID清零戰略,加上國產疫苗的有效性相對較低 在這些情況下,中共官員還是沒有公布BioNTech的mRNA疫苗何時會批准 或者是否會被批准的消息 CNN表示,儘管專家和官方媒體表示,有信心遏制這種新變種 但中共尚未發布有關其國產疫苗對Omicron抵抗程度的研究 中國有將近80%的人口完成全面接種 其中大部分接種的是中國國藥集團和科興生物開發的滅火疫苗 這些疫苗的功效已被發現遠低於mRNA疫苗 而且研究還表明,中國疫苗提供的免疫力會迅速減弱 CNN指出,中國疫苗提供的有限保護 遠遠不足以滿足中共的COVID清零目標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中共當局採取了越來越嚴格的措施 來遏制當地的疫情 通常會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和對人民日常生活的擾亂 那麼北京政府為何不願批准西方的mRNA疫苗呢? 針對這一問題,CNN援引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 全球衛生問題高級研究員黃延忠的話表示 政治似乎是主要考慮因素 自疫情爆發以來,中共在全球範圍內展開疫苗外交 輸出數以億劑的國產疫苗 幫助北京提升軟實力和投射國際影響力 黃延忠說,中國在開發自己的疫苗時 是用它來展示中國的技術進步 而現在換用外國疫苗 就等於承認自己的技術能力不如其他國家 此外,黃延忠認為 北京政府也可能是為了保護國內疫苗行業的利益 北京可能希望在批准任何外國疫苗之前 批准國產mRNA疫苗 華語證券香港有限公司高級分析師趙冰表示 如果對COVID疫苗和藥品的批准被當作政治問題 而不是經濟或生物問題 那麼國際製藥公司可能無法觸及中國市場 他說,鑒於國內的競爭 即使復興代理的BioNTech疫苗最終被批准在大陸使用 其在中國的前景也可能有限 沒有準備處理的 出立了 在它的社區 復興代理不協議 在發行者中 避免 在社區 微信 作家 通常 進 雙 成 任